这对熊狮兄弟今天走了桃花运 他们发现和对岸有三只母狮正在盯着他们 这三只母狮是在其他狮群中分离出来的三姐妹 他们发现了这两只年轻的熊狮 似乎有意愿与他们组成狮群 而兄弟俩已经迫不及待了 他们直接下了河游到了河对岸 他们先仔细地闻了闻草地上的气味 最终不仅确认这片领地不属于其他狮群所有 并且母狮们还处于发情期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于是兄弟俩立刻开始接近母狮 麦克斯找到了三姐妹中最小的一个 而母狮也很钟情他 于是他们直接步入正题 麦克斯会和这只母狮单独相处四天的时间 而相比之下 里奥这边就没那么顺利了 因为他看上的这只母狮并不是很喜欢他 对他的到来表现出了抗拒 好在里奥一直没有放弃 最终他的坚持换来了回报 母狮终于愿意顺从于他 现在两兄弟已经成功建立了自己的王朝 里奥开始在土地上标记气味 并向远方发出了咆哮 这是在宣告自己是这片领地的狮王 很快 狮群新的一天就开始了 他们现在要出门觅食 如今有了三只母狮的帮助 兄弟来的捕猎要容易许多 狮群来到了一片灌木丛中 这里有一群水牛正在觅食 母狮们立刻冲进去 驱赶水牛群 很快就有一头水牛被孤立了出来 麦克斯和母狮们合力围攻了他 水牛很快就被制服了 但里奥却没有赶过来帮忙 水牛却一直挣扎着 并不断地发出惨叫 如果里奥再不来帮忙咬断水牛喉咙的话 其他水牛就可能会赶过来救他 眼看里奥迟迟没有出现 麦克斯只能自己上前 咬住水牛的喉咙 但这头水牛非常强壮 仅凭四只狮子的力量 不足以让他立刻倒下 很快 水牛的同伴们就听到了叫声 于是立刻赶过来营救同伴 最终 狮群被水牛群赶走了 他们的捕猎就这样功亏一篑 不久之后 里奥终于出现了 原来他遭遇了意外 那麽 这 深 这